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上战场 春风时里不如有你 军事纪时特别节目 他们的战场 致敬最美的京国英雄 在万中一星抗击疫情的过程中 医护工作者以最美逆型的姿态 成为了当下最受关注的群体 在这些一线医护工作者中 女性的人数超过了一半 在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中 也有不少女队员 她们稳令而动 勇于逆行 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把危险留给自己 把希望留给群众 她们温柔而坚韧的身影 成了寒冬中最美的风景 其实 不论她们的战位在哪里 都身体力行地 诠释着敢打必胜的军人本色 和救死扶伤的医者人心 我们的镜头就记录了一群在万家团圆的大年三十 依然坚守战位的女军医 以及她们特殊的战场 三十床陶镜 患者在产房 是月二产领域三 九在三周 患者是慢高 合并 高血压 血压是平稳的 被使用加烂药 患者昨日入产房请引产 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是破水的 每天都是一场作用 不 每天她都是在引产过程中的 就是不想出现这种开心结束 2020年的1月24日 距离鼠年钟声的敲响还有十几个小时 当大多数人已经在家中 为晚上的团圆饭做准备时 解放军总医院产科的工作 还在正常进行 我们在厂房一看 咱们厂房里都考虑了七个人了 所以今天至少要出六到七个孩子 还不说急准站来的 因为一线的主班是小村 跟班是一个 是吧 咱们今天跟班也只有一个 所以就是一会儿可能会很忙 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医院安全 产科副主任医师周洪辉 2002年正式入伍 从医十五年来 这已经是他第五个在医院值班的春节了 小生命的到来 并不会因为大人们要过年而受到影响 对于产科的医生们来说 每天的工作都是一场接着一场的战斗 他们身穿戎装时 是萨爽英姿的军人 但在面对产妇的时候 并又是柔声细语的大夫 宣传数已经给你停了 以后宫舍肯定会越来越弱的 明白吧 你想生呢 咱们这个宫舍差一点 就得点 如果说你疼痛不耐受 咱就先缓一下 看一看 看看能不能有进展 如果没进展的话 两个小时后之后再查 再看看你的意愿 开这个停了之后的话 工作肯定会越来越弱的 一会儿吸个氧 看看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好吧 你别那么紧张 咱姐妈妈妈爱吐 洗澡的宝宝 这一看自己生的 自己生的 对 一看你这么利手 都挺好的 厂后几天 厂后是第二天 第二天你今天想走吗 走 走吧 那就回来 活头再来采竹根雪 看你是听到我声音 就知道我来了 太棒了 你熬个 再一个月就OK了 我现在雪藏着点高 那都是小事了 板子已经看到鼠关了 加油 每次都是一个小的 每次都是一个小的 那个什么 那时候我现在也在想 你来摸摸你 没事以后我值班多摸摸你 我不回来暂时 每天早上的茶房 是医生与病人 互到早安的特殊方式 每个医生茶房的风格 都不尽相同 对于周洪辉来说 每一句看似家常的寒暄 都是他治疗的方式 然而茶房还没有结束 周洪辉突然朝产房的方向跑去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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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深吸气 深吸气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马上 下次使对了就能出来 现在先不用剪 深吸气 听我的 深吸气 生发气 产房里的一名产妇 在生产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 这是一位已经40岁的高龄产妇 由于太过紧张 不能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致使孩子迟迟生不出来 此时产妇的出现量 在逐渐加大 这种孕妇呢 第一 高龄 第二 如果时间比较长 又破水了 有感染的风险 那么产后出血的风险 就会高很多 这是危急孕产妇死亡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因素 从地狱到天堂的感觉 非常棒 再来 喝一口 这种蟹吃了 当周洪辉 还在全力抢救高龄产妇 和她腹中胎儿的时候 病房里 副主任医师张燕 也同样在处理一个棘手的情况 你好 你好 现在有病床吗 没有 刚抽了血 像那样吧 我们今天的那个 因为女人周已经到了 40加5周了 是吧 过5天 然后我们今天进产房 早上也定查了一下 宫寝条件 现在呢 这宫寝条件也是基本成熟的 然后我们现在因为超生刚才做了 附近孩子大小也在9斤多 就是孩子的流量相对偏大 所以我们今天宫寝条件 今天点出床妇 我们就准备了 张燕此时诊治的23床产妇 已经超出了预产期5天 仍然没有公缩反应 腹内的胎儿 预估足有9斤多重 属于巨大儿 同时因为过度的紧张和焦虑 开始出现高血压的症状 她的生产过程注定会比较艰难 这种情况对于有十几年临床经验的张燕来说 并不算少见 她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 帮助23床产妇顺利生产 但是为了让她安心 查完房后 张燕又来到她的病房 告知她接下来的准备和安排 还是有点挺担心 就是分娩的时候会有一点困难 对 现在就是分娩两个问题 一个是有可能就是因为孩子偏大 就是你说分娩可能会困难 这个产生可能会不是那么顺利的能够 就是有进展 我们这个分娩的这个市场的过程中 在根据您的情况再看 再一个就是说因为孩子偏大 可能这个产后有出血的风险 所以一会儿要给您抽血 我们要提前备血 做这个准备的工作 有时是治愈 常常是帮助 总是去安慰 正当张燕安慰她的工时 周洪辉在帮助高龄产妇 做最后的冲刺 一点点 一点点 再来一点 吃 再来一点 你有公说的呀 我爸 孩子要出了 要出了 坚持住了啊 行吧 快点 你别这么张 别好歇气啊 真好 来吧 接生完这个孩子 已经是下午两点 周洪辉才想起来 自己还没有吃午饭 这是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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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饭吃鱼的 挺好吃的呀 这今天人不多 我们要有人 来 陪陪 好 我会给他包一碗饭 然后吃掉它 然后就吃掉它 您记住 您最快吃完一顿饭 是什么时候吗 那可以就扒一口 马上就走啊 因为 我们不想跟人吃饭 都是超级快的 但是如果你看点 吃饭时间 往往是医生们 一天中最放松的时间 然而周洪辉 刚刚扒了几口饭 一阵电话铃 打断了他的午餐 这个孕妇一直在我这里 你一个孕妇已经临场了 你现在要把这个孕妇 放到门诊去做手术 你不能太教条 你先让他们两体问 来 我上去 我上 周医生咱们现在去哪儿 我去走路实 这是你刚刚说的 扒一口饭就要走 就是你们刚好问到这个情况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变化中的 你也不知道 你这一刻下一刻要干什么 这种情况在咱们平常的 太常见了 真的太常见了 这还算不属于极的 真是极的 我们可能就是 在瞬间就要决定 我马上手不手 由于门诊的一名临产妇 出现发热的情况 周洪辉前去紧急处理 而记者因没有相应的防护装备 只能停止对她的跟拍 当周洪辉从手术室回来 已经是下午四点半了 她顾不上只吃了一口的午饭 又继续回到了病房 今天会有很多产妇 申请回家过年 她要抓紧时间 确保每一个人情况都正常 才能放心让他们回家 这个是昨天流产那个吗 对 她是要坐个超生就走吧 还是直接就走 出血多吗 不多 你这样吧 就是我一会看看病例 咱们一会看一下 没啥事 今天回去过年 别在这里待着 但是呢 就是回去以后 如果出血时间长多 你们后面要去门诊 做一个超生 今天张燕不用值班 下班之前 她又专程去看望了 正在产房里检查的 二十三床产妇 你今天也有可能点着自己去破手了 今天就生了 有可能的 我刚才能够跟老公说了一下 她也认为就是顺其自然 对吧 她孩子是什么情况 今天如果要是点破手 那今天就是 要没破手 明天我就认为 就是我今天做得及早 我再准备一下 二十三床产妇的公警条件 依然没有达到 可以生产的标准 看样子 这注定是一个 要跨年的宝宝了 晚上五点 距离各家各户 年夜饭开席 仅有一两个小时了 而产科却依然忙碌 喂 是的 说吧 多少轴 出血多吗 四轴 出血多吗 我过去看一下 我刚刚看你一个 机要 哪个 我刚刚看你这个机号 来了一个不全流产的 说一般不学流产的话 就担心它出血比较多 所以说这边的事 文字公路可以放一下 我得过去看一下 出血情况 哪天开始流血的 前天去医院过 去哪家医院了 先去的丰台医院 丰台医院 看来 原本和家人约好 一起吃年夜饭的 王小平医生 要爽约了 而在隔壁办公室 也有人不能准时跟家人 吃年夜饭了 今天的工作多吗 还可以 出院的还挺多的 今天 你现在记得是他们的病例 是吧 对对对 他们出院的病例 我们都要归岛的 一会忙完就能回去 还是 还得再看一下 有没有遗漏的活 护士王胜璐 主动留下 对明天要出院的病例 进行归档 明天才值班 对 那你为什么今天就班 我怕明天太忙 然后没有空找病例 我要先把病例整一下 而本来是明天才值班的 医生刘培佩 却提前来到办公室 整理病例 有忙 我先给你 下班 好 下班 将近八点 忙碌的产科 终于安静下来了 提前几天 就冻在冰箱里的 猪肉大葱馅 和海鲜馅的饺子 再加上烧烤外卖 就是这些 值班医生们的 演夜饭了 这他们自己包的饺子 是这个 还是吃这个好的 它这有新鲜的 为什么你还能吃这个 已经滑了的 这我们自己包的 挺好的 刚刚手术 刚刚有人叫我 然后我吃到一半了 就接着再吃 都挺好的 有什么现在的 我这么 然后我吃到一半了 我就逻ーン了 但是我来摆 我刚衔你 词 都挺好 真的 有什么 这鲜 不是 这一切 这么 咱们试试你 你好 跟这个柴文堂吧 这 那一天是那个 这到县有福出吗 你这是一个伟大的祸 这样的定例 是刷鸡的手吗 那还是有区别 这么 来 测起来 测个体温 我请人记甲上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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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等一下 同志 小组淘汰在 你打完 现在进入产房 大年初一 已经超出预产期 六天的二十三床产妇 终于要发动了 最终 在产妇和医护人员的 共同努力下 八斤七两的女宝宝 顺利诞生 这也是2020庚子年 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 迎来的第一个 熟宝宝 在拍摄完 产客的大年夜之后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将全国推向一场 抗击疫情的阻击战中 医院在疫情防控上 采取了什么措施 来保证运产妇产检 生产的安全呢 记者再次走进了 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 进行探访 当记者走进产科时 除了看到所有医护人员 和孕产妇 都戴上了口罩外 与之前我们拍摄时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看咱们的区别不是很大 现在目前啊 只有你看我们产科 可能跟你年前看的 病人的量啊 还有就是整个这个 工作的节奏都差不多 很多工作 我们做到这个防护工作 我们做到前面了 在门诊的时候呢 第一首先有这个测体温 排查 然后呢包括到我们病房 来了以后呢 我们这个问病史啊 然后包括有时候 我们有这个怀疑有问题的 我们有一个过度的病房 但是呢这所有的事情 我们并不会跟孕妇 她本身去说 这个增加他们的苦 让他们是来安心的 舒心的来生完这个孩子 原来表面上与之前 没有太大的区别 是产科的医生们 为了不影响孕产妇们 待产的心情 而特意营造出来的氛围 事实上 很多防护措施 早已经提前完成了 接着我们又跟随 周洪辉医生 来到妇产科的急诊 来看看在这里 又做了哪些防护 可以看到 在我们急诊的医生 他穿的这个防护的装备 就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穿好防护装备呢 不管是保护我们医护人员 其实更多的是 要保护好我们的孕妇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这个工作人员 他是要在这个急诊的 这个空间 在我们这个位置 来回可能要 因为工作的需要 来回动的 他接触的人 可能并不一定怎么样 那么一会儿 他要接触我们的运户的话 首先第一 我们穿好这个装备 第二呢 在接诊的这个过程中 尽量的是 跟运户也是保持一米的距离 第三呢 就是在尽快的时间内 我们看到我们产科的因素 还有就排除了 没有别的因素的话 让他最快的速度 能够进到 搬离我们的住院流程 那么到那边呢 我们的病房也会有 衔接的人 就是量体温 不仅是要保证 他赶紧进去 也要保证 我病房的病人 不会因为这一边的 这个漏掉 而带去更多的危险 在产科的护士站 贴着很多这样的小纸条 上面写满了感谢的话 其实镜头记录下的 只是这些女军医们 工作中的一个片段 但是这片段凝结的 却是他们对职业的敬畏 对生命的尊重 在镜头之外 还有很多金国英雄 奋战在他们的战场上 用生命见证使命 用奉献权势宗旨 绚丽绽放 属于他们的美丽 在我们医院呢 是常规会备有这个隔离分敏间 或者说解压手术室 这样的地方 那么孕妇来了 其实一切分敏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就在做两手准备 我们排查的同时 把这个孕妇放到 我们的隔离分敏室 解压手术室去分敏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